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9月12号 我现在走的这条步道就是所谓的Appalachian Trail 南起Georgia,北到缅银州 一共2920,60具体数字我忘了 反正2900多英里 现在我们走的这段就是所谓的100 mile wildness 就是所谓百里荒原 说是百里荒原,其实是百里树林 或者叫百里森林,都是在森林里面 路况相对来说非常好 这个也没有太多的elevation change 因为刚才我走着走着,我为什么想做视频 我就碰见了一个AT的hiker 他才19岁,我很冒昧问他一下年龄 一个小伙子 他已经完成了3800多了 就是现在还有差不多80英里 就到了终点站了 这个百里荒原这块可以说是最后的冲刺 或者说是最后的最难的阶段 因为它南起这个叫Mountain,那个小镇 然后北面就到那个Arbor Bridge Arbor Bridge昨天,前天我们也在那里 也碰到了很多hiker 就是AT的这些勇士们 他们就是最后就走到那个Arbor那儿 就最后剩10英里了 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 就是已经在那儿很多人在那儿开始庆祝了 很多人这亲属啊就到那儿就开始接他们了 或者是半年嘛 三个月到五个月 六个月没有见面了 就是他们一直在走这个trail 刚才我也问了那个年轻人 他说大概有75%的人 大概啊 就是三四都会drop 就是不管在哪里 因为2900 开始的时候 Georgia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有一千人 最后可能只有250人可以完成这个trail 这个2900多英里的历时 三个月到五个月 最快最快的人可能也要一百天吧 左右啊 我没有统计过 但是有些人他们走路比较快 一天可以走20甚至25英里 但是大部分人呢 可能是一天只能走十几英里 所以150天 170天的五个月 六个月 180天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 他们一般都是从二月份 三月份开始走 所以八月份 九月份 正好是他们已经 就是走入这个百里荒原的这个时间 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下午现在已经五点多钟了 所以在这个步道上 我们只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他说 还有两个小时 他就可以走到那个shelter 可以睡觉 两个小时天已经就黑了 所以他可能今天计划的比较紧吧 走的比较晚一点 这个百里荒原呢 这一段呢 是 其实叫做 供给几乎是零 就是说中间的没有这个吃呀喝呀住呀这些供给 就是说你自己要带足 至少他们建议 至少是十天的粮食和水和一些你要用的东西 那么这个十天呢 那么这个十天呢就是一天走十公里吧 你最快最快 你也二十公里的话你也要走五天时间 所以这个百里荒原呢就是 而且已经走到最后了 已经非常非常累了疲劳了 四个月五个月已经过去了 所以最后能走到这里的 都是勇敢者 都是胜利者 都是值得崇敬的人 这些人真的是不简单 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们是和自己的 生命极限挑战 或者说他们在磨练自己的意志 其实这个锻炼身体是第二位的 甚至第三位的 有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或者是这个 不一定就是走路啊 可以锻炼身体 说不定对身体还有一点点损害 也说不定啊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 他们是磨练了他们的意志 就是他们用汗水 用这个泪水 甚至用血水来磨练他们的意志 让他们成为意志坚强的人 这些人肯定他们也有工作啊 也要生活啊 也有家庭啊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 这个不洗澡 不住旅馆 然后吃不上热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风餐露宿 来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对吧 来走路 来挑战这2900多英里的 这样一条步道 经过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虽然很多人fail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我觉得他们这种精神 或者说是他们自己 也是来给自己的 一份挑战吧 也是自己 把自己的这个极限 给这个磨练出来 让自己成为 更有这个意志的人 或者成为更有决心的人 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也经历过 就是也经历过 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因为你看我们才走了七英里啊 我的脚已经 彻底都是酸了 而且汗流加倍 气喘吁吁吁吁 就是已经很累很累了啊 你想想他们要连续走一百八十天 每天都是这样 脚都是酸的 肌肉都是酸疼的 这个呼吸都是急促的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喝也喝不好 但是还是要坚持 用他们的 呃 极限来完成 这样一份 这个 伟大的事业吧 哈哈 其实一分钱也不赚 而且还要花自己的钱 路上还要吃饭 住店 有的时候 也要花不少钱 主要花很多时间 最主要是 克服 种种的困难 困难 对吧 这个 有的时候要下雨 刮风 呃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遇到下雪的天气啊 可能特别特别晚 如果有一些人走得很慢 或者起来 就是走得晚的话 四五月份才开始走 到卡卡丁 说不定就下雪了 对吧 呃 我估计他们要赶在 封山之前吧 有的时候可能 呃 很快的 我不知道是十月底吗 还是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卡卡丁山就封了 这个 这个 这个AT 他们最后 可能也就走不了了 所以呢 他们时间安排 在前面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些人可能 就是中途 就退出了身体原因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总而言之 我觉得 能走在这条AT上 啊 这些人都是 很值得我们 崇敬的 尤其我们 就是看见他们的那种 胜利的喜悦啊 看见他们那种 快到终点中 终点了以后 那种由衷的 那种快乐啊 这个真的也是很感动 好 好我们现在 还是在这个 trail上 这段路稍微有点难走 但是大部分 这个AT 他们的路呢 还是经过修缮的 因为好多牌子上面写的 都是 volunteer 来maintain 他们有一个organization 叫mact.org 好像是 我有一些照片牌子 就是他们还会 有很多volunteer 来把这个路上 做一些改善 很长知识 我们也 从这个hiking啊 从走这个AT啊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看到了这些人的 一种精神面貌 我们 也很受鼓舞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在这 正好我走这段路 然后 录这段路 跟大家一起聊聊 我的心得 OK 拜拜